你好 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奥斯卡王尔德传 王尔德是英国作家 写过剧本 诗歌 小说和评论文章 有很多金句流传 比如 抵抗诱惑的唯一方法就是屈服于诱惑 比如 每当有人同意我的说法 我就觉得自己肯定是错了 再比如 只有肤浅的人才不会以貌取人 除了金句 王尔德还有一些意识流传 他出访美国时 海关人员问 有什么要申报的东西 他说 我除了才华之外 没有什么要申报的 这件事不知真假 但人们感觉王尔德能说出这样的话 于是也就流传开了 这类意识符合王尔德的作风 他说过 人生的第一要务就是摆姿态 至于第二要务是什么 还不知道 他还说过 比起作品 艺术家更重要的任务是打造自己的传奇 王尔德就是一个打造了自己的传奇的作家 有统计说 他是莎士比亚之外 被人阅读最多的英国作家 他是牛津高材生 年少得志 但41岁那年被控有伤风化 被判入狱两年 身败名裂 出狱后穷困潦倒 1900年死在了巴黎 他的墓在巴黎 墓地上有雕塑 按照他的作品《斯芬克斯》中的臆想 是一座小小的尸身人面像 如果你去看王尔德的墓 会看见雕塑上永远有很多红色的唇印 那是人们用亲吻来表达对他的敬意 这本传记的作者是理查德·埃尔曼 曾经在耶鲁大学都柏林三一学院读书 后来在哈佛 耶鲁和牛津大学做教授 每天听本书解读过的乔伊斯传 也是他的作品 这本王尔德传是埃尔曼最后一本书 写完这本书他就去世了 他把这本传记分成上下两卷 上卷叫《顺流》 写的是王尔德41岁之前的事情 顺风顺水 春风得意 下卷叫《逆流》 写的是王尔德受审入狱 及出狱后最后几年的凄凉晚景 今天的解读也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讲顺流 第二部分讲逆流 我会穿插介绍一些王尔德的金句 如果你对他的人生感兴趣 可以再去找他的作品看一看 但是请记住 王尔德的人生就是他最精彩的故事 好 我们进入第一部分 1854年 王尔德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 一个富足而成功的家庭 父亲是医生 非常健谈 妈妈是个诗人 喜欢社交 父母喜欢在家里搞派对 他从爸爸那里继承了健谈 从妈妈那里继承了得瑟 他很小就喜欢精美的服饰 十来岁时得知英国的公诉案件 一般都以女王诉某某为标题 就向小伙伴们宣称 有朝一日一定要成为女王诉 王尔德案中的被告 王尔德在都柏林的一所公学毕业 然后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 成绩优秀 不到20岁 获得牛津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奖学金 进入牛津大学读书 他的学习成绩很不错 花钱的本事也不小 他买的东西有蓝色大杯子 竹台装饰品 各式葡萄酒杯 镀金的早餐瓷器等等 他买这些是为了在宿舍里 招待同学一起喝酒 宿舍里还会摆满百合花 及各种装饰品 王尔德的专业是古典文学 从趣味上说 他是个唯美主义者 喜欢研究美学 但他的唯美主义不停留在文学理论 及诗歌创作上 他讲究房屋的装饰 讲究华丽的服饰 会欠裁缝和珠宝商的钱 以至于学校都会出面 要求他还钱 在爸爸去世之前 王尔德不会为钱发愁 但爸爸死后 王尔德面临困难 他要考虑找一份挣钱的工作 妈妈给他写信说 你还不用去找一份卑贱的工作 你可以把爸爸留给你的一栋房子卖掉 拿着卖房子的钱轻松过十年 这不是挺好吗 按理说 爸爸留给他的遗产 精打细算的话是能过日子的 但王尔德是炫耀性的消费 他要富力堂皇的衣服 精美的瓷器和地毯 大学毕业后 他没能得到自己申请的工作 就卖掉家里的一栋房子 带着将近3000英镑来到伦敦 和朋友租了一间房子 他打算用自己的才华征服伦敦 他先在社交圈里结识了画家惠斯勒 结识了威尔士亲王 结识了几位女演员 他给这些女演员写诗 献花和一两个社交名媛传出绯闻 其中一位叫萨拉伯恩哈特的演员 尽管已经破产 他还尽力过着引人注目的生活 他总告诫年轻人 要大胆花钱 钱就是用来花的 王尔德和萨拉交往密切 据说他从萨拉那里学会了发声方法 练就了一副好嗓音 为他以后的演讲提供了很大帮助 和这些女演员的交往 也帮助王尔德找到了职业方向 他打算给这些女演员写剧本 成为一个剧作家 王尔德浮夸的生活方式 受到了一些人嘲笑 有位剧作家 以王尔德和画家惠斯勒为原型 写了一出话剧叫《佩辛斯》 来嘲笑王尔德和唯美主义者 有次王尔德在晚宴上遇到这位剧作家 他侃侃而谈 在餐桌上聊了半个小时 剧作家说 我真希望能像你一样擅长交谈 但我还是愿意闭上嘴 以此为美德 王尔德说 那可太自私了 我可以放弃说话的乐趣 但不能让别人失去倾听的乐趣 王尔德又谈话的天赋 在牛津也曾和教授磨练谈话的技巧 他有学识 会聊天 能砍大山 能脱口而出 讲出一些好故事 佩欣斯上演之前 王尔德给那位剧作家写信说 听说你的新戏要上演了 请给我保留一个包厢 我会送去支票的 我希望我能被你的戏逗得哈哈大笑 这就是王尔德面对嘲讽的态度 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说话方式 肯定会引来嘲笑 但接受他人的嘲笑就在他的计划当中 他知道好名声跟坏名声是一对孪生兄弟 他可以先有一个坏名声 然后期待获得好名声 1881年 26岁的王尔德出版了自己第一本诗集 他承担出版的全部费用 印刷用荷兰生产的手工纸 封面用白色羊皮纸 第一版印刷750册 书名就叫诗集 他把这本诗集寄送给很多名流 他深知 做一个离经叛道的年轻诗人 是个危险的事 要想在社会上立足 就要利用自己的话语权 跟有贤阶级混在一起 而跟有贤有钱的上等阶层混在一起 需要钱 为了维系有贤阶级的生活 王尔德抵押了一处继承的房子 又卖掉一处在都柏林的地产 他写完了第一个剧本 威拉或虚无主义者 简称威拉 但还没有哪个演员准备出演 这时候 他收到纽约一家剧院老板的来信 那出讽刺唯美主义者的话剧 佩欣斯在纽约上演很受欢迎 美国人知道 所谓唯美主义就是衣着讲究 有安妮女王时代的家具 有漂亮的壁纸 有日本屏风 但唯美主义文人什么样 却没见识过 剧院老板一打听 伦敦有个王尔德 穿的花里胡哨 走在大街上还捧着花 写诗有点名气 干脆把他请来 在美国做巡回演讲 这样也能宣传佩欣斯这出戏 让美国观众看看 唯美主义文人是什么样的 巡回演讲 在当时既有传播思想的意味 也有表演的意味 美国学者艾莫生 梭罗都曾经靠演讲 挣点钱赚点名气 王尔德和纽约剧院老板达成协议 扣除时速费用 演讲获利 双方评分 王尔德为演讲做了精心准备 先定制了戴盘花纽扣的绿色毛皮大衣 新式外套 再请助伦敦的美国大使 给各种美国名流写引荐信 然后在报纸上造势 宣传王尔德先生将前往美国 发表一系列有关现代生活之浪漫性的演讲 介绍王尔德的诗作 1882年1月2日 王尔德乘坐的亚利桑那号 在纽约考案 记者乘小艇上船采访王尔德 但见王尔德身穿绿色大衣 衣领袖口是有海豹皮 头顶大圆礼帽 扎了天蓝色领带 脚踩一双黑漆闪亮的皮鞋 手指带着一个巨大的印章戒指 说起话来都带着韵律 他向记者说 我到美国是来传播美的 人渴望美 唯美主义者之所以受到奚落和讽刺 是因为那些盲目的人找不到美 1月5日 纽约的一对作家夫妇款待了王尔德 吃完了饭 王尔德和十来位美国朋友前往剧场 进入包厢观看佩欣斯 戏中那个叫伯恩桑的角色 就是以王尔德的样子打扮的 伯恩桑出场时 观众都望向王尔德所在的包厢 这出戏本是嘲笑王尔德和唯美主义的 但王尔德却从中获得了关注 他说 这出戏是庸才对不凡之辈的恭维方式之一 如果我们面对批评和讽刺 能有王尔德这种气度 而不是别人一嘲笑 就心生怨气做缩头乌龟 那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处事方法 你越被别人议论 就越渴望被人议论 名声就随之而来 王尔德出到纽约 就收到上百封请柬 邀请他参加各式晚宴 他成了社交明星 1月9日 他的第一场演讲举行 他穿一件深紫色上衣 奇袭短裤 黑色长筒袜 镶着戴扣的鞋 外套的衬里是淡紫色的段子 袖口和翻领的领结 都有华丽的褶边 登场时还披着一件斗篷 他的演讲跟他的服饰相得一丈 他说 要通过美化生活的外在 来美化内在 要对新的诗歌主题 新的艺术形式有追求 他也谈到佩欣斯 说讽刺文学是可耻的 贫瘠的 是庸才向天才的致敬 他说 在一切问题上 跟四分之三的英国公众持相反意见 是心智健全的首要条件 他的第一场演讲 票房收入是1211美元 连战票都卖光了 尽管有人对王尔德及其演讲 不以为然 但更多的人都希望在社交场合 听他砍大山 希望听到他的演讲 王尔德在美国拜会了诗人惠特曼 也结识了几位女明星 说服他们出演自己的话剧 威拉 他还见到了作家亨利詹姆斯 詹姆斯非常不喜欢王尔德的作派 他说这是一个愚昧的傻瓜 最低劣的无赖 是一头肮脏的野兽 王尔德如旋风一般席卷美国 从波士顿讲到芝加哥 所到之处是谈笑有红儒 往来吴白丁 本来安排他讲到4月就结束 但他太受欢迎了 5月又开始了第二轮 7月开始第三轮 王尔德在美国发表了200多场演讲 除了英国的文艺复兴这个题目之外 他还拼凑了两个新的讲稿 一个叫漂亮房子 一个叫装饰艺术 都是讲美学的实践应用 到1882年10月巡回演讲结束之后 王尔德又在纽约逗留了两个月 继续社交 1883年初才回到伦敦 美国巡回演讲太成功了 王尔德获得了国际声望 有白人经理和黑人仆从 伺候着住最豪华的酒店 去最富有的家庭做客 回伦敦过平淡日子 有点不适应 王尔德很快又去了巴黎 住在塞纳河左岸的福尔泰旅馆 一边写剧本一边社交 他在巴黎待了三个月 就把从美国挣来的钱花光了 这才回到伦敦 到伦敦之后 他借了1200英镑重返社交权 这时他开始谈婚论嫁 相亲的对象叫康斯坦斯 康斯坦斯的爷爷说 支持孙女的婚姻 但要问王尔德两个问题 一你有多少财富 二你有多少负债 王尔德说 我欠别人1200英镑 不过已经开始在用演讲的钱还债 王尔德和康斯坦斯 在1884年5月29日结婚 租了一所房子 从康斯坦斯的爷爷那里 拿到5000英镑来装修房子 王尔德的演讲中有一个题目 就叫漂亮房子 所以他这栋婚房 必须改造的完美 康斯坦斯能说法语和意大利语 喜欢读书 两人的家庭生活还算和谐 收入虽然一直紧张 但他们接连生了两个儿子 王尔德继续靠演讲赚钱 他演讲的题目有 艺术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 服饰等等 他给报纸写书屏 还担任了一段时尚杂志的编辑 主编了一本叫《女人世界》的杂志 王尔德做了两年好丈夫和好父亲 但他有点不耐烦了 1886年 王尔德在牛津大学 遇到了罗伯特罗斯 这是他第一个同性恋人 1891年 可以说是王尔德的奇迹之年 这一年他出版了两本故事书 一本评论集 写完了第一个获得成功的剧本 发表了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 《道林格雷的画像》 是王尔德唯一的一本长篇小说 写的是一个年轻人 《道林格雷》 请人画了一张肖像 此后 格雷做了什么残酷的事 做了什么坏事 肖像中的格雷 就会变得冷酷一点 肖像中的格雷 替他承受腐败和衰老 现实中的格雷 永远年轻莽撞 王尔德选择肖像 做自己小说的主题 实在是天经地义 他画过很多自画像 对自己的形象非常在意 在牛津时 他留着波浪式长发 去巴黎的时候 他剪短头发 烫成罗马式 他在伦敦穿得像个花花公子 到美国穿得更夸张 回伦敦之后 又往高雅打扮 他认为 自我具有多种可能性 一个人的一生 就应该轮流呈现 这些可能性 他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过 美学比道德更高一级 属于一个更精神化的领域 领悟事物之美 是我们能够抵达的最高境界 在个人的发展过程中 颜色感比是非感更重要 在王尔德看来 艺术自由 个性表达都比道德重要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 道林格雷的画像 为什么在当时吸引了很多读者 有些年轻人会反复阅读这本小说 他们读出了这本书的情色意味 同性恋的意味 这本小说中有一个金句是 抵制诱惑的唯一方法 就是屈服于诱惑 为这本小说进行辩论的时候 王尔德又说了一个金句 书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 只有写的好和写的糟 王尔德对民众有敌意 他说过 世界上有三种专制君主 一种对身体实行暴政 另一种对灵魂实行暴政 还有一种对灵魂和身体 都实行暴政 第一种君主是所谓的国君 第二种是所谓的教皇 第三种是所谓的民众 他还为罪辩护 他说 罪是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 把人们从千篇一律的类型中解救出来 在摒弃当前道德观的过程中 他有了更高层次的道德规范 对社会来说 罪是一种自我表达 其目的是解放个性 了解了王尔德这些观点 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小说 也能帮助我们理解 他马上要面对的审判 1893年4月19日 王尔德参加一个晚宴 宴会前有个看相人给大家看手相 看相人坐在帘子后面 客人们一个个把手伸进去给他看 王尔德伸手进去的时候 看相人说 两只手掌纹差异巨大 左手预示了成功 右手预示了即将到来的毁灭 左手是国王的手 右手却表示这个国王会沦落到流亡的地步 当时王尔德的戏剧在伦敦大获成功 他38岁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王尔德非常迷信 他问 那我的毁灭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算命先生说 大约在40岁左右 好 这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王尔德的顺流时期 他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在牛津拿到学位 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 成为唯美主义者的代表 他说过 我的抱负何止是写诗呢 我要让我的生活成为艺术品 我知道一首好诗的价值 也知道一朵玫瑰 一瓶上好的葡萄酒 一条领带和一餐美食的价值 他26岁去美国巡回演讲 在社交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他先成为名流 而后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 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看看王尔德急转而下的后半生 影响王尔德后半生的关键人物 是埃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 小名叫波西 他在牛津大学念书 王尔德是他的学长 两个人在1892年劫时 很快就打得火热 从照片上看 波西是个俊美的小伙子 个子较小 王尔德身材高大略胖 但波西能控制王尔德 证据是他总能从王尔德那里要到钱 王尔德第一个同性恋情人叫罗斯 波西曾经给罗斯写信说 向王尔德要钱是一件甜蜜的事 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一种甜蜜的羞辱和巨大的愉悦 被供养也是被爱的乐趣之一 王尔德在波西身上花了不少钱 据说1892年至1895年间 王尔德和波西吃饭用掉了5000英镑 每星期平均40英镑 那时候一英镑相当于现在的70英镑 一星期花掉这么多钱 实在非常奢侈 王尔德内倔断的生活 看起来像是处在剃刀边缘 他离开老婆孩子和波西住在旅馆里 还通过波西认识了好几个少年 和他们发生关系 他的一些情书流落在外 会被一些男孩勒索 王尔德要付钱赎回新建 波西的父亲昆斯伯利侯爵 是个骄傲的人 他看着波西跟王尔德鬼混 非常恼火 波西和父亲的关系不好 他似乎在利用王尔德激怒父亲 在两个人的交往过程中 王尔德不止一次跟波西提过分手 他说我们在毁掉彼此的生活 彻底分开才是理智的选择 但感情这事就是不理智的 波西一旦忏悔 说自己做错了 两个人就会很快和好 王尔德一边跟波西纠缠 一边写完了戏剧 沙勒美不可儿戏 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人生悲剧 也很快要上演了 这些悲剧非常粗糙 非常粗暴 把他的人生分成前后不连贯的两部分 他可能不太喜欢自己后半生的这出戏 有点荒谬也没有什么美学风格 1895年2月28日 王尔德前往一间社交俱乐部 昆斯伯利侯爵在俱乐部门房那里留了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给男记和基奸者王尔德 王尔德决定起诉昆斯伯利侯爵诽谤 当时有朋友劝王尔德不要起诉 最好立刻撤诉 离开伦敦到巴黎避避风头 但波西不同意 他怂恿王尔德起诉自己的父亲 在法庭开庭之前 王尔德还在准备为自己的作品做辩护 表明自己不是一个会银会道之人 但昆斯伯利侯爵那边 已经列出了一份十几个男孩的名单 控告王尔德引诱了这些男孩 在法庭上 王尔德起初表现得很傲慢 律师问他 道林格雷的画像是不是变态的小说 王尔德回答说 这是蟒汉和文盲的看法 俗人对艺术的见解简直愚蠢到了难以预料的地步 律师说 一个普通人也许会觉得道林格雷的性取向有问题 王尔德说 我对普通人的想法一无所知 他大概以为法庭会以口才和俏皮话来判案 昆斯伯利侯爵被判无罪之后 王尔德还没认清形势 他给一家报纸写信说 我起诉昆斯伯利侯爵可能带来的一切不明欲和耻辱 我自己独立承担 这时候啊 王尔德还是有机会逃走的 但他留在了伦敦 1895年4月 大陪审团决定对王尔德提出公诉 最终王尔德因鸡肩及友伤风化的罪名被判入狱两年 报纸遇到名人打官司总是很兴奋 他们谴责王尔德 波西逃到法国 想在报纸上刊登一篇文章为王尔德翻案 他想在文章开头引用王尔德在监狱中给他写的情书 情书中说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向你保证我对你的不朽的永恒的爱 波西说 王尔德对我的爱起源于对美和优雅的纯粹肉体上的崇拜 这篇文章 与其说是为王尔德辩护 不如说是在吹嘘 王尔德身败名裂 就是因为爱我 王尔德写信阻止了波西这样做 他意识到 这个年轻的情人太肤浅了 缺乏共情能力 不能体会他人的情绪 把王尔德的耻辱当成是自己发表文章的机会 相比之下 王尔德的妻子康斯坦斯给他极大的安慰 康斯坦斯本来要跟王尔德离婚 但他收回了离婚请求 去探监 答应王尔德出狱之后可以回归家庭 重新在一起生活 王尔德在监狱中忍受着粗糙的食物 忍受腹泻失眠等病痛 最悲惨的一幕 是他从望兹沃斯监狱转到雷丁监狱 他戴着手铐 穿着球服 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站台上等火车 有一群人围上来 他们认出这是王尔德 向他吐口水戏弄他 王尔德说 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有一年的时间 我每天都在同一时刻哭起来 哭的时间跟那次在站台上等待的时间一样长 不过他在雷丁监狱受到了优待 典狱长看出来他干不了体力活 把他安排在花园和图书室工作 他要来了很多书 在监狱中阅读 给监狱图书室带来一点变化 1897年5月 王尔德复兴两年期满被释放 他没有回到妻子身边 躲到法国海边的一个小城 跟波西相聚 他说 只有跟波西在一起 他才有继续创作的动力 在家人朋友看来 这是王尔德的第二次堕落 他辜负了所有人的期望 康斯坦斯认为 王尔德选择波西 是继续跟一个声名狼藉的人鬼混 他不再给王尔德提供每周的津贴 在波西的母亲看来 儿子继续和王尔德鬼混 也是不可饶恕的 他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你们继续来往 我就切断波西的经济来源 如果你们写一封悔过信 答应不再见面 我就出钱偿还波西所欠的债务 再给王尔德200英镑 这两个挥金如土的人 也会为200英镑打起算盘 波西曾许诺要跟王尔德厮守 但他没有钱 也没有赚钱的能力 王尔德不再是 有钱有名望的剧作家 他没有朋友 坐过牢 没法再供养波西了 两个人在意大利纳布洛斯 短暂相聚了几个月之后 就分手了 这次牢狱之灾过后的相聚 好像是为了证明 王尔德的一个判断 人总是要亲手杀掉自己最心爱的东西 王尔德生命中最后两年是在法国度过的 他无所事事 他对朋友说 还想写作 明天就开始写 但他自己知道 永远也不会写什么了 他住在巴黎的一家旅馆里 欠下很多房债 有天他在巴黎街头碰到一位歌剧演员 他走上去说 梅尔巴太太 我是奥斯卡王尔德 我打算做一件可怕的事 我要向你借钱 演员梅尔巴太太 把兜里的钱全给了王尔德 不由得想起多年前 他们在伦敦初次相遇时的情景 那时王尔德说 啊 梅尔巴太太 我是语言的勋爵 你是歌剧的女王 我要为你写一首十四行诗 写诗的人开始到处借钱 这就是王尔德的凄凉晚景 1900年1月 昆斯伯利侯爵去世 波西继承了近两万英镑的财产 王尔德写信去 希望能得到昔日情人的帮助 但波西没有给王尔德钱 这一年的11月30日 王尔德在巴黎阿尔萨斯旅馆去世 陪在他身边的是 他的第一个同性情人罗斯 这就是王尔德急转之下的后半生 1895年受审入狱 服刑两年 出狱后一蹶不振 很快就去世了 奥斯卡王尔德传的精华内容 已经解读完了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本期的知识要点 第一 王尔德的主要作品有小说 道林格雷的画像 戏剧杀了美 不可儿戏等 但传播最广的还是他的金句 他说过 我年轻时认识到钱很重要 到老了 发现果真如此 他说过 我们都在阴沟之中 但总有人仰望星空 他说过 借钱就像悲观主义者借 因为他们不会期待你还钱 跟王尔德的作品相比 这些金句更好地传播了他的名声 第二 王尔德擅长利用媒体获得名声 他知道 要想获得名利 就要和有钱有势的人混在一起 做一个有闲阶级中的名流文人 他也知道该如何利用别人对他的攻击与嘲讽 坏名声和好名声总是相伴而来的 要想获得好名声 就要学会利用坏名声 第三 王尔德对美的追求 不只是在诗歌及文艺创作上 也在享乐的生活方式上 他装修房子 把自己打扮的时髦且略为夸张 花钱大手大脚 他认为美学比道德更高级 他认为 罪是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 把人们从千篇一律的类型中解救出来 从他个人的受审经历看 他在1895年 因为是同性恋而犯下的基奸罪 有伤分化罪 在现在的英国已经不再是犯罪 王尔德也的确把很多人 从千篇一律的类型中解救出来 这是他一直被后世年轻人景仰的原因 他活着时被人诟病的那些地方 此后也并不是没有争议 但这些争议也间接证明了 王尔德成功的把自己塑造为一个传奇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全文和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红包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